大家好,這裡是墨技 今天呢,我們要回來玩謝給娜雙小手的歌謠 那我們就直接從上一個進度開始 那我們上一次呢,好像就是得到了唱片 就還遇到一個奇怪的貓頭鷹 之後他說我們要試著找個裝置來播放這個唱片 那還是很暗 102、101 那104在哪裡咧? 啊對齁,這個 9還有他說要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那我再四處的探索一下 就這邊有一張倉庫,我們不知道可不可以進來 喔可以了,因為我們有火柴 就讓他自己點燈了,好嚇一跳 和家裡的地球儀一模一樣 這個相框好像在哪裡見過 欸這裡,能放唱片嗎? 對了,記得那一天也是一個陰沉的雨天 我哭泣了 不好意思,我稍微把音樂調大一點點 那個啊,你冷靜地聽我說 果然還是無力回天 如果我道歉的話 就能回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 我什麼都願意做 我會乖乖聽媽媽的話 都是這孩子的錯 如果這小孩 你改掉任性的脾氣的話 岳母請不要這樣 都是我的錯 不是的,這是事故 所以不要哭得那麼傷心 沒事 沒事的 這些是什麼啊 有好多的唱片 所以我們就這樣 欸還在 會不會 會不會給我一些什麼道具之類的 停下 不要回想起來 讓我嚇一跳 和我一起 來吧 欸 等一下,為什麼 多那麼多怪物 而且我要去哪 重點是我要去哪 這邊可以去嗎 不行 欸 欸 欸 怎麼辦 怎麼辦 有地方可以躲嗎 我只能 只能跑 欸 沒了對不對 欸 啊 可是這些小怪物還在 那我們現在 也沒有得到任何道具 怎麼辦 啊 啊 慢慢打開了欸 欸 可是我前面 那兩個人 不用解嗎 既然門打開了 我們就上來吧 因為我覺得下面好像 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調查 你吃到的次數為兩次 對 兩次了 這樣會怎麼樣 210 好大喔 這裡 好大喔這裡 打不開 而且前面也有蠻多地方 是打不開的 那這邊有兩個 地方 等一下等一下 按錯了 嗯 撕破了 應該是沒辦法 管理員是 無關人員請不要擅置進入 感覺會去到另外一個地方欸 感覺會去到另外一個地方欸 這邊也是嗎 欸 這是什麼 得到剪刀 的黑皮 什麼蛙狗 快樂王子喔 好壯觀 全都是繪本 你是誰 我告訴你喔 我的媽媽 會縫公主穿著長袍喔 但是我發燒了 讓媽媽為我操心了 自從開始照顧我之後 她就沒有縫過長袍 如果能吃到新鮮的水果 我就能好起來 幫媽媽的忙了 所以我們要找水果囉 所以我們要找水果囉 打掃中 攻擊性是弱小的證明 按輪波 好 休息室 呃 不行進去 喔所以她這裡是通到這裡來的 呃可以進去嗎 好打不開 哪位 欸 欸 那個 我在欠你 抱歉 我現在很忙 請稍後再來 稍後再來 好吧 那我先存個檔 那我先存個檔 因為我們知道哪裡還有存檔店 就是一個鐵門 欸 就這樣子喔 我不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看一下喔 剪刀 剪刀能做什麼用 欸 她掃完是不是 廁所 應該不會看到什麼奇怪的東西吧 可以關門嗎 怎麼關門 怎麼關門 不行關門啊 好吧 上 好髒 好像不能關門 好吧 最近變得經常上廁所啊 欸 欸 啊 好忙 好忙 啊 裡面有人 啊 不好意思 這邊的廁所沒有人呢 好忙 好忙啊 下面亂成一團 這艘船也要被廢棄掉了吧 你去管了吧 你去管了吧 可以去了嗎 會不會是他 怎麼辦呢 被怪東西襲擊了 如果和管理人說的話 他會幫助我嗎 欸 門開了 打擾了 欸 什麼 這是什麼 喔 不要放開我 啊 頭快了 喔 這麼快 有餓鬼上鉤了啊 呃 欸 怎麼 是人類啊 束手 那不是餓鬼 放開他 我受夠了 這位小姐 是烏龜 你沒看見 你沒看見不能隨便進入的告示嗎 烏龜 喂 誰是烏龜啊 我的名字是阿 柯龍 原來就是你啊 呃 謝謝你這我 沒關係 沒關係 畢竟射下觸手的是我 因為最近有很多惡鬼四處徘徊 為了不讓他們進入房間裡來 我才設下了陷阱 但是 真奇怪 觸手應該只會對餓鬼有反應的 餓鬼 也就是腐敗人類的靈魂 若是被他們吃掉就沒救了 這是什麼意思 小姐 你是不是剛才也來過 不 我沒來過 欸 是嗎 只是碰巧很像 不過算了 啊 對了 管理員是 是我喔 我是管理員 欸 所以 小姐 你是誰啊 呃 那個 我雖然說不清楚 我被奇怪的人襲擊了 現在很害怕 希望 你能幫忙我 不行不行 這種事是家常便飯的 欸 客人之間發生爭執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畢竟各自的價值觀不一樣 比如說 那裡有個瓶子吧 覺得它是什麼 像是牛奶 喔 你覺得是牛奶啊 但是在其他人的眼裡 看起來或許 看起來或許像是啤酒 或許它看起來像是裡面塞著新鮮的青蛙 也說不定 這是什麼意思啊 也就是說 你們人類只看著自己想看到這世界 所以 不管是被攻擊 咳咳咳 咳咳咳 所以 不管是被攻擊 還是被怎麼樣 都是無可奈何的 當然 如果有緣分的話 又是另一回事了 怎麼會 話說回來 你看起來還蠻膽小的 為什麼一個人到處晃來晃去 隨便走來走去的話 會讓我很困擾 小姐 首先 能把名字告訴我嗎 千里 千里 啊 找到了 找到了 是104號市的人 小姐 你沒付船費喔 欸 就是錢啊 你現在有嗎 這個 我沒有 啊 是嗎 那麼 下船的時候 我要撥下你身上所有的衣服 可以嗎 欸 為什麼 這還用說嗎 沒理由讓你免費乘船吧 呃 但是 嘿嘿 那麼小姐 你想怎麼辦 怎麼辦 這 我想回家 你這話 是真的 你是發自內心 這麼想的 船費的事情 你去找 去找 船長商量一下 欸 畢竟 你長得還挺可愛的 或許 能讓你免費乘船 也說不定 怎麼回事啊 其實上面的鑰匙 就在這個周圍 你自己拿吧 老實說 我已經無力在管 管理船內了 不建議兩把鑰匙 也沒有關係 嗯 好奇怪 乘船者管理部 第4211908件 這是我的飯 不要碰 啊 對不起 這是我的青蛙啊 欸 阿克戎 關於惡鬼的報告書 啊 我看不懂 既然出現了這麼多惡鬼 這艘船不久後就會被廢棄掉了 但是最近變成惡鬼的人增加了許多 小姐要去的地方好像特別危險 關於死後四十九隻之人的手鐲 左手配手鐲者 能難再徬徨之人 右手的話是下定決心之人 那我是 左手 喔 乘船者管理部 是這個吧 得到鐵柵人的鑰匙 欸 這裡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唱片 成當店 那水果我要去哪裡拿 欸 那我不用救那個小孩嗎 他這裡好像也沒有水果 啊 小姐 關於手鐲的 觸手的事我想告訴你 我這裡的觸手是為了捕捉惡鬼而設下的 雖然不太明白原因 但他對你好像有反應 所以 你千萬要小心 嗯 那麼 我祝福小姐能平安的度過 航海之旅 一路順風 消失了 消失了 那我可以拿了吧 欸 不行 欸 欸 就這樣子喔 就這樣子喔 那 那個小孩怎麼辦 原來的世界 不回去也無所謂 欸 欸 看來這些怪我跑出來的話 我就不用理會那個小孩了 我可以直接開門出去嗎 喔 不行 好 它都堵掉了 那我們就到下一層樓去吧 那我們就到下一層樓去吧 我不知道那些應該是不用解是不是 可以關起來嗎 不行 好吧 你吃藥的次數為兩次 嗯 我想要省一點吃 沒見過世界地圖 我一直 每次看到這破洞 我也是有人站在這 打不開 喔 打不開 集會鎖 這裡也是一個相當大的地方 因為沒有預算 所以無法修補地板 喔 那我們就沒辦法過去 這有怪物欸 欸 到不同地方對不對 船漂浮在黑漆漆的海上 天啊 欸 等一下啦 我不想要受傷 唉唷 存檔 敗者將獻出靈魂 很像奇喔 8x8 A到H 呃 橫的是A到H 上下是1到8 有下至上嗎 之後 1要D8 D8已經到第一式嗎 呃 稍等我一下 我記一下喔 好 他只有三個指示 就是D8 D4 可是D4有G4 G4在G1 我稍微看一下下 好痛 我只是想稍微看一下 就 這對他去了 可能真的要按照他的指示去中 欸 再讓我研究一下下 再來是 我們現在在D4 最後我們從D4到G4 1 2 3 這個 1 2 3 4 在最後再到G1 OK 我們過來了 被神智保 掌實式的 能用剪刀剪斷吧 剪斷了 得到蘋果 嘿 雕刻著什麼 不會吧 回去 回去要 用這個 呃 稍微記一下 請稍等我一下 好 那我們這次要從E1 A B C D 1 A B C D 1 A B C D 1 1 1 之後到E3 2 3 再從E3到B3 B AB 2 3 之後再到B8 1 8 23 4 5 6 7 8 OK 我們得到的蘋果欸 是可以給人家小孩嗎 所以那小孩在的意思嗎 如果吃了橘子的話 我就能好起來了 可是我覺得蘋果欸 這個 這是蘋果啊 橘子橘子 拜託你把它給我吧 怎麼辦 這是蘋果啊 對不起 這不是橘子 好過分 小氣 就算你這麼說我 好吧 那我 因為不是橘子 所以我們去找橘子看看 這邊 有點危險 因為那時候我被觸手給 襲擊 還不少 蠻多觸手的欸 在世界史教科書上見過 其實我們得到的蘋果好像也沒什麼 我可以往前走 喔可以可以 船長室 船長室是這裡吧 如果船長是個可怕的人怎麼辦啊 打擾了 好像沒有人欸 好像沒有人欸 那個不好意思打擾 欸 一個人都沒有 真是的 害我白緊張了 全部 爭含挖的床 航海日誌 卡龙先生务必在本次航海之后飞起本船 是船长的移植吗 感觉坐起来屁股会痛的样子 要不要翻翻看呢 航海日志卡龙所记 被雕动到本船后 已经是5094-3408-75340次航海了 因为管理不充分以及出现大量恶鬼的现状 本船将被废弃 不久之后就会迎来最后一次出航了吧 回想起来本船已经摆跺了无数的灵魂 虽然不知道其他船的情况如何 但能给我留下印象的灵魂几乎从未有过 全部都是一些低俗 凡庸之辈令人反照不堪 但是最后的航海在即 我想在这里记录关于一些灵魂的事情 关于在很多次的航海之中 呈传的101号房的母女 虽然根据我的经历 101号的母女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是101号的小女孩很亲近我 老实说被小女孩亲近倒是第一次 101号房的小女孩因为过于自由奔放 连满的我已经无力在陪她玩耍 但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却莫名让我感到愉快 101号房的母亲在下船时为了表示对长期以来的照顾和感谢而演奏了钢琴 被停婚感谢也是第一次 她所演奏的钢琴让我陶醉无比 因为机灵的阿 柯隆 录下的声音 所幸现在还有人 还有幸能听到欣赏那首钢琴曲 101号房的小女孩 似乎在等人随意母亲下船之后一留留在船上 明明那个人会不会在被船抛弃前之前到来 还是个未知数 虽然在被废弃之前必须让101号房的小女孩下船 但我还是决定留着她 担心母亲下船后她感到寂寞 我特别安排了一个房间让她随意居住 因为会妨碍到灵魂决定自己所要走的路 所以上头眼禁忌着我们与所有灵魂的接触 唉 事到如今上头的命令已经无需理会了 因为反正也就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诶 我是被锁住了 刚刚那个声音 很难懂得梳 很难懂得梳 可是我已经存在这里了 诶 再看一看房间 所以还有东西没有调查到 这个吗 停止了 岳母 对不起 我一个大男人实在是个照顾不过来 就让他和你住在一起吗 来 你也求奶奶 不行 岳母 如果这孩子没有任性的脾气的话 就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我到现在还这么想 我也是脑头子早早就去世了 都是自己一个人 心如苦的 还心如苦的把他养大 但是没想到他居然会出那样的事情 全都是因为这个少把星 少把星 他可是您的孙女啊 为什么要说少把星这么过分的话 和孙女不孙女无关 蛤 你好像弄错了 我千心万口生下来的 又不是这个少把星 岳母 您怎么能在孩子面前说这种话 你这个未善者 未善者 你就老老实实的承认吧 以为自己不想照顾这个少把星 所以才拜托我 如何啊 您怎么能这么说 你真的很重视这个少把星 你失去的可 不要说哦 你 为什么从刚才起 就一直看着旁边 转过来这边 我叫你转过来这边 喂 你看看 一脸使气沉沉的表情 自拿之后 大概十多年了吧 居然还有脸 甜 嗯 脸甜 不知 实实的长大 岳母 请不要这样 没事吧 什么岳母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 最无可取代的可是 不要再让我们 啊 不要再让我 见到你们了 走吧 这是什么啊 什么声音啊 为什么都有一些奇奇怪的声音 诶 宝箱 盒子 是从架子上掉下来的吗 好像上锁了 又要密码 好吧 那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线索 好 那我这边存一个档 那时间上也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哦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